電影使徒行者接影行動 這日安排傳媒探班 古天樂、張家輝和吳鎮宇 三位主角都有出席 提到資深傳媒人汪曼玲 早前爆料 說古仔為盧海鵬付了二十萬手術費 不過古仔作風低調 似乎都不想太張揚 另外古仔近日拿了我最喜愛藍歌手獎 成為第一位歌影視大滿貫的藝人 問有沒有跟朋友好好慶祝一下 其實我沒有特別慶祝 不過剛好拿完獎第二天要開會 所以他們幫我慶祝一下 拿完獎之後都要不停去拍戲 所以沒什麼時間特別慶祝 那家輝又有沒有打算 為剛剛拿獎的古仔慶祝呢 他的東西來得這麼密 每次都慶祝很辛苦很累 但他都是多才多藝的 我都恭喜他的 而導演林領東日前就在睡夢中離世 一直想再和對方合作的吳振宇 都覺得很傷感 當然啦 一個這麼大的導演 一個有這麼愛惜新人的導演 對啦 只是可以說 他提醒了我們人生是無常的 有些想做的事就廣恩做啦 有些人想合作的不妨直接些 和對方開口說 很想再和你合作一次 其實這句話也是的 之前想和林導演說 但是到現在有沒有機會落合